大家好,我是张三 我现在在齐齐哈尔 我身后的牌子能看见吧 就那个 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街 齐齐哈尔的烤肉很出名 尤其是在东北 我今天晚上就过一下这条街 吃顿烤肉 先说一下位置 烤肉美食街在中华南路 看到这些堡子了吧 两边都有 中华南路不是步行街 车来车往的 中华南路也挺长 大家要记住这个地方 十字路口 与中华南路交叉的这条街 叫东四道街 大家只要记住 东四道街与中华南路的交叉 就可以找到这个地方 整体看一下这条街 从十字路口开始 上面是牌子 看我对面 烤肉店都是大排档 在屋里烤 在门口吃 家家门口都搭了一个棚子 晚上有风 搭个棚子好一点 一个进一个的棚子 好壮观啊 对面那一排有十多家店 来看我这边 这边也是十多家店 看你我最近的这家店 生意还不错 抽筋看一下棚子你的情况 这家店没有坐满 每张桌子的上面有一个抽油烟的 烤肉嘛 有烟 再看旁边这家 这家生意更好 基本上坐满的 这家没有抽油烟的 店名当然是根据老板的喜好来取 大饭盒子 1980海鲜烧烤 老板是八年后吧 大前烤肉 还有阳记鸡爪王 朝鲜豚大片肉 柳家朝鲜烧烤 这家没生意啊 就一个服务员坐在那里 炫克海鲜烧烤 这家也没生意 这一块牌子 小龙虾 88元两只 老味 一圆一串 这边的没啥呢 急急小龙 旁边这家呢 也没人了 不过现在9点过了 阳记地摊烤肉村 公司地 二与一桌 旁边两家也没啥生意 一动看一下 还是对面的生意 最好 都是人啊 鹅头王 他在坐了好几桌啊 那边的更好 我去看一下 这样子的 门口这两位是代价 不好意思 刚才看错了 这个不是1980 是1988 我去他家吃点东西 比我大一岁啊 大家知道我年龄了吧 有座位的吧 有 好的 坐完了 去这里了 好的 坐一号桌 看一下我在的这家店 基本是坐满的 只有两桌空的 最里面的两桌 中间是锅的 对面还有啊 对面是满的 一桌都没有空的 生意真好 大家吃着烤串 喝着啤酒 他家顾客特别多 一下子升不起 先倒先吃 我还没吃晚饭的 点了一份炒米粉 我这个还是挺新鲜的 拿起来 我自己带着水 我自己也烤好了 全部搞定 吃完了 挺好的 气氛不错 我就吐个肉了 我不是美食博士 但是味道还是要拍 毕竟烤肉是其他有的特色 当然大家来的时候 最好是一帮人 不要像中山委员 就一个人来 有时候挺尴尬的 当然我没事 因为我到处旅行 不可能随时 都有人跟着我 我已经结账了 给大家看一下单子 65块钱 本来是72 他按照会员价 给我结算的 好多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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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代价